诗篇第七十五篇 亚萨的诗歌交与灵长 调永修要毁坏 神啊 我们称谢你 我们称谢你 因为你的名相尽 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我到了锁定的日期 必按正职施行审判 地和旗上的居民都消化了 我曾立了地的柱子 我对狂傲人说 不要行事狂傲 对凶恶人说 不要举脚 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 不要挺着镜像说话 因为高举非从东 非从西 也非从南而来 唯有神断定 他使这人降杯 使那人升高 耶和华手里有杯 其中的酒起磨 杯内买了掺杂的酒 他道出来 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子 而且喝尽 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 我要歌颂雅各的神 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 唯有一人的脚必被高举 我们还想来点一下 自己那就 好 如果你做得了 为你做得了 你做得了 你做得了